九十年代,我们库董就没事长了 就是那个塑料洞啊,铝制品的那个东西啊 把我们库董就打倒了 后来有的库董呢,师兄师弟啊,有的徒弟啊 他们都是赶黄的 做木工呢,有的做油漆工呢 他们都去了赶黄的 我主要的这个库董本来想放弃的 北京没有人做了,没有饭吃了 其实我看看库董不哭也不行 他们都不哭了 那我也不哭了,那个库董就没有了 其实我简直把那个董铺下去 一起介绍到这里的 这一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